好 另外镜头再带您看到 为了捍卫传统领域水源和土地自主权益 新主建制商正希宝部落的族人再度站出来 在传统领域上设立关卡 为的就是要抗议私人开发财团 买了长期居住在外部落族人的私有土地 以种植茶叶为由 想要私自取用部落的水源头 并且想要开挖农路 正希宝部落议会最后开会 做出两项的重要决议 反对非部落的人士 随意在传统领域土地中 进行任何的开发行为 他们就是想要用外手 然后整地 然后做茶叶 然后偷取那个部落的水源 这个部分 所以部落就开会一决 就是不要让财团进到我们 原住民保留地里面的私人的农路的部分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设立两个关卡 不愿意他们用 踏行机具来开挖 这个部落周边的土地 会影响到水土保持第二个 会影响到住家 租人呼吁绝对不允许非部落人士 随意拉管线取用水源 因此才大动作设立关卡 表达正希宝部落的坚定立场 反对外来者任意开挖部落土地 或种植任何的物种 并谴责财团 假借原住民人头 登记原住民保留地 先开发土地之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